当时是炒疫苗 而不是在炒快加息 那应该是很久一段时间 就憋着预算了 没错 所以那时候讲到后来的时候 发现其实这个疫苗 还是要透过中央去做分配 所以后来他们才会发个文 给我们议会说 他说因为这个疫苗 未来还是需要由中央来征用 所以后续由中央来 统筹分配 无法优先分配给本市 原本是暂停第三剂疫苗采购 鉴请贵会 也就是台北市议会 因为这个文是台北市政府 发给台北市议会 鉴请贵会支持保留预算科目 及象征性预算额度 所谓象征性预算额度 就是你可以保留一块钱 保留一千块就可以 那叫象征性额度 以利因应疫情变化 得以运用来使用 所以这个文是他发给台北市议会 当时也就是他们决策以后 他发现他们不会再买疫苗 也没办法买疫苗 那钱怎么办 二十八亿编了 所以我们从头到尾 没有要算他钱 而且我那时候是 警政卫生委员的委员 我们在那个委员会里面在讨论 包括减速培也是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 那如果没有真的要买疫苗 那这疫苗就是一个假议题 因为你等于是 你一直讲说你要买 可是事实上你根本没办法买 你也没有开会买 然后你也没有通路买 那现在那个议题就不用再存在 可是这个二十八亿的预算 既然没有要用也不存在 那跟快赛什么关系 是 就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们认为 当时我第一个时间还是讲说 我二十八亿还是保留给你 因为我不知道未来 欧民空的疫情会怎么样 所以我还是建议保留 可是卫生局的局长 到我们委员会来拜托我们 删除这个二十八亿 保留一千块钱 未来他们如果要使用的话 还有这个科目 可以去买其他的设施设备 那因为其实那个科目除了购买疫苗 还有设施设备的一些采购都可以 所以我就觉得你干嘛要删预算呢 那他当然既然来拜托要删 而且还发了文说要删 那我们就配合删除 配合删除是配合他们认为说 不需要购买疫苗而删除 而不是说不购买快筛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报告就是 科文曾经常就是用这种 不是真正的用语 也就是说他每次常常讲的A 结果后来他拿B出来讲 然后混淆试听 所以大家以为说台北市议会在三快筛剂 根本就不是 当时的名目叫做买疫苗 不是快筛剂 所以好那如果刚刚我们又回到刚刚讲的 你看当时如果你在三月初 你就认为说疫情会大爆发 那你的战备物资呢 刚刚大家讲的战备物资 你要不要先购买 结果台北市卫生局 四月八号才买八万剂 四月八号才买八万剂 这不够用吧 是啊他买八万剂 然后四月十三号也才买两万剂 卫生局第一个买 所以才买十万剂而已 那请问一下 你科文哲一直讲说 接下来会疫情大爆发 那为什么你的战备物资都没有买期 然后现在买没有买期 又一天到晚跟中央喊 然后又跟陈时中 骂陈时中说 就是你的战备物资不给我 你不给我快筛剂 然后大家骂翻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有开口合约 台北市不是没有钱 其实黄山山讲的是对 台北市不是没有钱 是买不到货 事实上你四月八号 你都买得到货 为什么你不多买 然后现在又回过来 骂中央说 我就是买不到货 货都被你真用了 你就直接讲 你买不到货就好了 干嘛去怪别人说 我因为相信你 所以我把预算删掉 对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就是在玩政治操作手段 然后不断的在上演 这些政治系码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台北市民很可怜 事实上台北市的资源比较多 像高雄就已经早就已经有做了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止高雄 你看我们的台南好了 台南今天也是发了 为了因应疫情需求 台南政府今年一月到四月 他们才叫做超前部署 他们一月到四月 就紧急采购了这个快筛剂 总共两千三百三十一万 花了两千三百三十一万 他们不是很有钱的县市 然后五月份又追加了三千五百万 所以总共花了五千八百多万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呢 再来我们再看高雄好了 高雄已经现在目前 他还想办法去帮这些企业 去买快筛剂来提供企业 所以高雄市政府 等于他自己去找厂商 不管是在进口厂商 因为现在国内的七大厂商 大概都是被政府征用了 那其他还有进口厂商 他们去找进口厂商谈 是不是可以提供我们这边企业组 他们可能一个员工 一个工厂里面有两百三百个员工 那是不是可以提供他们购买快筛剂 这个也是高雄自己主动的去 帮这些企业来想办法买快筛剂 那台北市政府呢 台北市政府就每天炮轟中央 然后什么事情就不作为 然后导致我们现在的民众 也在抢快筛剂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当时我们在开中常会的时候 提到快筛剂 总统还亲自的讲 双北比较严重 我们应该优先提供双北 更多的快筛剂 总统都大而无私的 就直接讲 哪里严重就提供哪里 哪里如果够多的存货的话 我们就往北送 然后提供给台北使用 我觉得连总统都可以体恤说 双北本来人口密集度高 然后确诊数又高的话 我们先救双北 然后先救基隆 先救桃园 那为什么柯文哲到现在还可以 大言不惭的一直在怪中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